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爷爷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两个人做事情隔了几十年 你看他做的事情好像两个人商量过 你比如苏木在杭州建了个安乐坊 救了很多人 但是他的爷爷在几十年前 他居然把家里的三四千蛋粮食 全部拿出来救济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勇气也好 他的仗义也好 他的道德也好 甚至他对苏籍的爱好 这些东西后来在苏东坡的身上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苏续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就没有苏东坡 他对苏东坡的影响大于陈夫仁和苏群 对苏东坡的影响 陈夫仁她对苏东坡的影响排在第二 陈夫仁是佛教徒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影响是善良 陈夫仁三十年没有到她的娘家拿过一分钱 这个女人的性格是很倔强的 再穷 苏家再穷 苏东坡讲过她们三代人穷过几次 再穷她也不回娘家拿一分钱 我觉得苏东坡她的父亲这边的性格 母亲那边的性格都是很强悍的 就是不会被命运所打垮 这个非常关键 你看苏东坡扁黄州汇州丹州 越扁她的生命力越强 但是苏群这个人你不要小看 她给苏东坡搭建了很好的交往的平台 因为苏泽写了一首诗 就说这么多人包围着张芳萍 但是她为什么唯独对我们这么看重 由于张芳萍的推荐 直接写信给欧阳修 推荐三叔父子 所以苏东坡也好 苏泽也好 就没有在地方考试 没有参加乡试 直接到汴京考举人 第二年考近试 你看这个是决定性的环节